Hello,大家好,我是吴迪 我们今天的标题 你知道通过21点策略 可以增加你的胜率吗?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况且非常确定的一个问题 答案是可以的 像是我们21点 你可以在Google 或是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上面搜寻 这个算牌 对吧 以及我们的基本策略 基本策略 算牌 它都是真实 简单 且有效的一个战胜赌场的一个方式 只不过说 既然这些方法有效的话 为什么我们 还要这个有 更高阶的一个课程 更高的一个技巧 那为什么要学呢? 因为这些技巧 它你知道 赌场也知道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学一些更高的技巧 那种赌场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 这样你就不容易被黑名单 其实 刚开始我们在学习这一个 学习的 这个直赌的这条路上 我们好像刚开始的时候 很想要被黑名单 就觉得 我被黑名单了很厉害 但是像是我们 真正靠这个赚钱的 我们是不希望被黑名单的 因为那是一个我们的工作机会 等于说 这家被黑了 我们就得换一家去打 等于说我们丧失一个工作机会一样 OK 所以 我们要学更高阶的一个技巧 那像是我们的 之前的影片 甚至把我们的三代机买回来 拆开来 对吧 然后追牌 追了一个 10JQKS 这样的一个牌出来 就可以很明显的 知道我们想要表达的是 我们已经破解了三代机 是非常确定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更高的技术 可以击败赌场 从赌场中获利 因为毕竟我们的对手 就只是一个庄家 他就只是一个规则 我们通过我们的 十几二十个 几十个技巧 去打一个规则 一个机器人 取得一个阵营率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 你想要通过21点策略 增加点胜率吗 我相信 你 现在应该很心动 好 那就是 透过下方的连结 表单 填写我们的表单 然后与我们的 与我 进行这个会议 线上会议预约的一个资格 好 这期影片到这边 谢谢大家